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变态的疗伤方式 断掉的手腕 她直接用匕首代替骨头复原 然后缠上胶带 腹部破了一个洞 她又抓起一把沙土往里面塞 最后用胶带将伤口缠住 整个过程女人一声不吭 一副残缺不堪的身体就这样被她复原了 这样的操作普通人显然无法做到 女人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故事还要从一天以前开始说起 这时的阿珍还是个正常的普通人 为了见一眼远在千里之外的男友 她独自驾车穿越人际罕至的无人区 谁知在途中差点撞到一个受伤的印第安人 惊魂未定的阿珍看着倒地的男人 正在犹豫要不要下车救人 可转身又发现几个男人 正在追击另一个印第安人 惊慌之下的印第安人不小心摔倒在地 却被身后的皮卡车直接拧了 尽管心里非常害怕 但善良的阿珍还是选择把车倒回去 准备救走倒在马路中央的印第安人 可他刚把男人拖上车 那群凶残的歹徒就围了上 亲眼目睹一场凶杀案 他们肯定不会放阿珍离开 杀人如麻的长矛甚至掏出尖刀 当着他的面残忍地杀害了车里的男人 此刻的阿珍已经被吓傻了 他用力推开其中一名歹 找到机会逃了出去 可歹徒们并没有着急去追 只见男人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 回首的丧彪接过手枪 一枪就打中了阿珍的大腿 就这样 阿珍落入了歹徒的手中 被他们带到一间房间里 用带刺的铁丝牢牢捆住四肢 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飞人折磨 事后丧彪打开冰箱 告诉阿珍里面的骷髅都是印第安人 原来丧彪的家族和印第安人水火不容 双方爆发了长达几百年的战争 就连印第安人以前的酋长 都死在了丧彪祖父的手中 直到现在他们之间的恩怨仍未停息 说完之后丧彪便开始和同伴商量 如何处置阿珍 而此时陷入昏迷的阿珍 隐约中看到了自己和男友老黑的点点滴滴 他猛然睁开双眼 想到男友还在等着自己 不能就这样放弃 阿珍强忍着剧烈的疼痛 冒着被铁丝割破动脉的风险 硬生生挣脱了束缚 可不料刚出门 就恰好遇见长毛从屋里走出来 而长毛也刚好看到了他 恐惧迫使着阿珍拼命逃跑 然而因为身受重伤 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最终也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 第二天 一个出门遛狗的印第安老人 发现了阿珍被掩埋的尸体 他急忙上前扒开沙土 将阿珍从里面挖了出来 接着又拿出水壶为他喝水 只可惜阿珍已经停止了呼吸 不过老人还是将他的尸体带了回去 等到天色暗下来 他就用毛巾擦去阿珍身上的血迹 然后将一种草药捣碎 敷在他的伤口上 最后再用纱布进行包扎 一切准备就绪后 老人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围着阿珍跳起了诡异的舞蹈 没想到在老人的一番操作下 冰冷的尸体竟然有了反应 但下一秒 阿珍的身体突然漂浮了起来 老人面露惊恐 过程中似乎出现了问题 原来那个惨死的酋长灵魂 也附着在了他的身上 老人暂时压住了酋长的灵魂 等到阿珍醒来时 他已经不知去向 看到自己还活着 阿珍非常诧异 他亮亮呛呛地来到街上 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第一时间给男友打了过去 得知女友还活着 正在寻找他的老黑 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不远处 阿珍仿佛抓住救命稻草 一般想要过去求救 但当他看见对方的脸 是瞬间又停下了走 因为这名警察 正是其中一个欺负他的呆 此刻的阿珍瞬间血压飙升 他悄无声息地 跟着男人走进酒馆 决定给自己报仇血恨 不明所以的警察 还在跟酒吧老板 炫耀自己的战绩 浑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直到看见老板瞪大的双眼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猛然回头差点没被吓死 警察试图拔出腰间的手枪 可手中掉落的酒瓶 却成为了杀死自己的武器 老板见状想要帮忙 但阿珍的手速更快 反手扔出一张凳子 就将其制服 不讲武德的小伙 准备从身后偷袭 结果也被瞬间反杀 警方接到报警 很快赶到现场 同时老黑也找到了这里 但他却从警长的口中 得知酒吧命案的凶手 很可能是女友阿珍 听了警察的这番话 老黑简直难以置信 这时那群歹徒也赶了过来 确认死者正是他们的同伴 几人瞬间怒火中烧 可正要离开却被老黑叫住 他并不知道眼前这帮人 正是杀死女友的凶手 还拿出照片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友 却说女友刚刚才跟自己打过电话 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长毛更是当场懵逼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失手 但当他们天亮以后来到现场查看时 却发现阿珍的尸体果然不见了 几人顿时就慌了 为了安全起见 决定马上离开这里避避风头 殊不知此时的阿珍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 正是开启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他们一个都别想离开 其中一名歹徒刚收拾完东西准备跑路 刚出门就发现自己的车胎被弓箭破坏了 他顿感不妙 赶紧打电话通知同伴 不料电话还没打通 就看见阿珍站在不远处将弓箭对准了自己 转身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精准一箭直接命中大动 趴在地上的歹徒发出痛苦的惨叫 然而面对他的求饶阿珍反而更兴奋 直接使出一招雨露均沾的剑法 最后一箭彻底将他送走 等到丧彪等人赶来时 歹徒已经变成了刺猬 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厉害 丧彪将矛头指向长矛 认为是他没有把事情处理干净 可长矛却说没这么简单 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在酒吧干掉三个男人 丧彪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决定主动出击 绑架阿珍的男友将他引出来 而另一边的阿珍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 解开手臂上的纱布 竟然已经开始腐烂 他只能再次找到那个印第安老人 而老人也向他说出了实情 原来阿珍并不是真正的复活 只是暂时把灵魂召唤了回来 但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 一个怨念极重的印第安酋长 也同时进入了阿珍的体内 而这也是他为何如此牛掰的原因 不过肉体无法坚持太久 所以阿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必须要在身体彻底腐烂之前完成复仇 第二天阿珍来到男友的住处 在镜子上写下一段话 本想就这样与男友告别 却刚好遇见歹徒们抓走了他 但老黑刚被扛上车 一名小弟就被阿珍的弓箭射穿了脖子 眼看阿珍再次拿出利解 丧彪一脚油门赶紧逃跑 不料开出去没多久 阿珍就超进到跳上了车厢 瞬间与上面的长毛扭打在一起 可面对拥有不死之身的阿珍 长毛也不是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就被打倒在地上 看着后视镜里的阿珍步步紧逼 丧彪果断踩下刹车 直接将他从上面甩了下来 接着又一脚油门 从他的身上碾压了过去 可还没高兴太久 他们就发现阿珍又站了起来 这种情况显然已经超出了歹徒们的认知 只能慌忙驾车离开现场 而经历了刚刚的大战 阿珍的身体已经变得残缺不堪 他用匕首修复了断掉的手腕 又用砂土填充了腹部的伤口 可破损的弓箭已经无法使用 就在这时天空惊现一道晴天霹雳 酋长的灵魂突然破体而出 只见他一拳重重地砸向地面 一把匕首随即从土里腾空而起 接着另一边又出现一把斧头 两把神器拿在手中 阿珍的战斗力直接爆表 而此时的歹徒们也没闲着 不仅叫来了很多帮手 还准备了大量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可大战还没开始 就出现了逃兵 被利剑刺穿脖子的那名歹徒 打算开车逃跑 他认为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长矛剑撞立刻将AK47交给丧彪 要是让他赶去医院 他们的事情肯定会暴露 然而丧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 犹如死神降临般的阿珍就杀了回来 从手中扔出去的长矛 直接将歹徒穿了的透心凉 这下他彻底没救 长矛赶紧拿起望远镜观察 惊奇地发现阿珍身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可这时对方又杀了过来 丧彪二话不说果断开枪射击 结果都被阿珍一一躲过 他们赶紧回到仓库 拿上各自的武器分头行动 丧彪和长矛看管人质老黑 胖叔则带着眼镜男开始四处搜寻阿珍的身影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敌人的变态能力 只见周围的物体都开始诡异地摇晃 掉下的铁链直接将胖叔撞飞了出去 阿珍紧随其后 一斧子就解决了他 眼镜男吓得果断开枪 但对方的速度实在太老 一瞬间就冲到房子 接着一招从天而降又干掉了眼镜瓶 赶来的长矛刚好看到这一幕 当他闯进房间时 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阿珍突然出现在身后 反应过来的长矛立刻转身扣动扳机 不料却被扔过来的斧头命中了 很快歹徒们就只剩下丧彪一人 眼看不是对手 他只能选择开车跑路 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可能跟印第安老人有关 于是他直接找了过来 老人也没有隐瞒 向丧彪坦白了一切 但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 除非丧彪的族人全部死亡 否则酋长不会停止屠杀 面对丧彪的威胁 老人只好说出一个 不知道是否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把酋长的尸骨埋在此处 听了这番话 丧彪立刻把老人绑了起来 并且迅速从家里拿来那些头骨 准备将它们埋在这里 希望以此来停息酋长的怒骨 可他却发现酋长的头骨不在其中 就在这时阿珍突然出现在身后 原来不知何时 他已经拿走了酋长的头骨 看来想要解决这场恩怨 只能拼得你死我了 丧彪随即从车厢里拿出一把电锯 与阿珍展开了最终的角度 有了电锯作为武器 丧彪竟逐渐占据上风 不过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下一次攻击直接被砍断了右手 可就在阿珍准备彻底结束战斗时 丧彪突然发力 用电锯刺穿了他的身体 同时阿珍也将斧头砍向了丧彪的脖子 这场战斗实在太过凄惨 等老黑赶到时 只看到丧彪的尸体和阿珍的下半身 而他的上半身已经爬到了土坑里 大仇以报的阿珍用双手不停地 扒着周围的沙土 准备将自己的身体埋葬起来 看着心爱的女友变成了这副模样 此刻的老黑心如刀脚 意识到男友已经来到身边 阿珍不敢转身去看 他害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对方 直到老黑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这才鼓起勇气看最后一眼 尽管心里有万分不舍 可老黑知道现在的阿珍已经不属于这里 于是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 从旁边拿来一桶汽油 决定送他最后一程 在离别之时 阿珍用手语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I love you too 随着熊熊大火将阿珍吞噬 他身体里的两个灵魂也随即升天 两人都完成了各自的夙愿 也终于得到了永久的安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